希望可以切个开门红 拿过来一批全是打码砍 水头太短了 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绿不绿 黄汗也不黄 这个不对又 重量底子太灰了 有环匪看到没有 有没有堵料啊 这些全部是堵料 这块感觉还过得去完整 没什么力 这个多少钱 能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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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万 啊 不要叫 1500万 哈哈哈 谢谢 800 这种东西你就叫什么1000多万 800多万就没意思了呀 怎么给价嘛 给都不好给的嘛 怎么给1万块 这种东西能给1万呢 你叼个手把剑也卖不到1万块 哈哈哈 不对了 那这大码砍就不对了 收起来 这一块 黑石头 没表现的吗 显刷过以后 下面有点花色出来 这料的船口不对 然后你看这种全是稀稀的裂 就看这个大的了 你看 其实很多石头送过来 都是不太对的 这个皮看的不行啊 真的感觉是纯堵啊 一点表现都没有 哦 这个地方 猫水 但是个头有 多少钱嘛 这个不要交价了啊 要不把这个石头今天就切一刀 来免内切的第一块石头怎么样 200 200 40万嘛 哎 你问一下嘛 这些不要 这些不对 是他的昨天封包的哈 来这边吗 不行啊 我2000万都不行啊 还是我写的字 没有拆过 他们就说封好了 卖于不卖 他都不会拆开 他也要拿过来 你给他拆掉 这个就是规矩 哎 滴滴摸摸 这个我问他到底要卖多少吗 我和东亚 说要卖那个大钱 你在网上的话 也就滴滴摸摸加一点点了 差的太远的话就不加了 他说5000下的话就不加了 那行吧 留给下一位老板 有没有别的 明了了呀 中间飘了一点 深蓝色的话 这个地方总还是好 料子就不喜欢了 感觉油性不够好 就是这一包 这包肉的总还是蛮好的 大家看到没有 那几一 几一 换成咱们国家的150了 表哥干那个黑石头呢 这个不行 是什么 每下来就要150 要150啊 给了100多一点 我再看一眼 你这东西给过100多了 这个是说了卖价了 他说要150 因为他说给了100多了 想卖100不 看得到100相的话都可以给了 因为他出过100多一点 感觉有点点小小的脱纱 感觉进不去 100看不到 80 好吧 最后一口酱 哎呀 冲高了 哈哈哈哈哈哈 给了给过120 所以说他想买到150 对了 100吗 在40 1万 货主打电话来 就是说他的本钱是连带费有什么 在110万 那边就说是 那100万的话就是给他们加点小费 起码拿出来吧 这东西说真的 给80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刚好今天拿了200 然后给他加点小费 来吧 对他们有这名习俗 对他们有这名习俗 成交了他拿钱拍一下 这块料子呢 其实真的有可能是捡了个大漏 可能会切大掌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饭绿起冰了 这种地方 来这里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这里也是有的 那么这种放出来的冰抓子 有可能是里面类化放出来的 再加上它的皮壳够了 看到没有 一层这种白雾层是冒出来的 这块黑石头啊 它不是那个木王机的 它是摸摸亮的 摸摸亮的石头 这种翻这种一层一层白雾 那是有几率会大涨的 但是哈 我不敢百分之百的去说 但是希望可以切个开门红 第一刀切开了 能不能报复 BUN 怎么会这样呢 还得继续切一刀 这一刀吧 你看这条链从这边过来 我就不信了 切刀 啊 走过去切 我们在这里等就好了 拿出去切了 来 第二刀 BUN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稍微画得好一点 皮是好皮啊 但是没想到它没有好肉啊 它就是那个冰渣子啊 没进去 也没关系 再接再厉